好,那我們來上今天的實習課 那一樣,實習課的講義在實習課網站上面可以找到 然後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期,14號的講義 那我們就直接來上課囉 那今天老師把Panel Jada結束嘛 然後稍微講了一下Mastery Matrix 就是Angrys的這本書 那非常推薦各位同學可以去看 然後包含是可以看Angrys他的YouTube頻道 就是非常有趣 我們等一下有空的話也來稍微看一下 然後在Angrys的書裡面第一章 他講的重要的精神其實就是 我們的Cosal Effect 到底應該藉由什麼樣的途徑來正確的得到 他就講到第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叫Randomized trial 那實際上老師是有一個投影片在講這個東西 但是他今天其實沒有太多的去琢磨 那我們就作為一個補充 把他列在這裡 那他其實也有出現在去年的考題裡面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了解到一個程度 但是今天講的內容你掌握了 跟今天的課堂練習你掌握了就OK了 但是裡面等一下帶的立體可能 就是大概知道概念 那就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一個概念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問你 一個大學畢業生 他的平均薪資在 他其實沒有上大學是多少 這個問題到底在問什麼 這個問題到底在問什麼 我再問一個是 你今天大學畢業了 我看到你很多大學畢業生 然後你去工作 然後你有薪資對不對 我去量你的每個人的薪資 我可以算一個平均 所以我可以算現在算的一個平均數是 大學畢業生他們的薪資平均率是多少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量的叫做上大學的效果 上大學這件事情 究竟可以給你提高多少薪資 那我可以問說 好那我去看那些沒上大學的人 然後呢把有上大學的人的薪資 跟沒上大學人的薪資 直接把這個平均數拿來比較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可以讓我回答說 上大學的效果是多少嗎 實際上是很可能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應該要回去問說 那那些 已經確實上了大學的人 比如說你們 如果你們當初沒有上大學 那你們未來會拿到怎麼樣的薪資 我必須去量到這件事情 我才可以去量出來說 上大學對每一個你們 有多大的效果嘛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這件事情 並沒有辦法看到 為什麼 因為你們已經上大學 你們永遠無法回到那個 上大學之前的你們 OK 所以呢 今天randomized trial就是 試圖要從一個我們 實際上無法觀測到的事實 去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再稍微recap一下 你必須要問出這個問題 問出如果你沒上大學的話 你拿到的薪資是多少 才可以去總結上大學帶給你的效果 OK嗎 到目前為止 應該沒有問題 好然後所以 如果說我想要知道 上大學 就是你讀大學這件事情給你薪資的效果的話 實際上不可以直接用 你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資跟非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之間的差異來回答 所以呢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兩組人的平均薪資之間的差異 當然很容易去計算 而且資料也是收集是容易的 可是他並不能夠去回答剛剛提到的問題 原因就在於 會有selection bias 實際上我們提過很多遍 那我們就來把它 用我們現在熟悉的記樣的方式 稍微寫下來 看會長什麼樣子 現在呢就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有一個 隨機變數 YI-1 YI-1的意思是說 對於individual i 來說 如果他當初有去上大學 那他 可以拿到的potential outcome 是多少 就是說 他拿到的工資當然可能是 會變來變去的 把當作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這個下標1就在表示說 如果這個individual有上大學 他當初是有上大學 那他可以拿到的 工資是多少 那 Y0I就當然就是 如果他當初沒有去上大學 他拿到的potential outcome是多少 OK 所以到這裡應該 沒有問題 那 你就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可能同時 observe到Y1I和Y0I 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他只能夠 去上大學 或者是不去上大學 好 那現在 為了要回到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我純粹的單純去算 算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 扣掉沒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 這件事情 會讓我看到什麼 所以我們先假設 假設說 如果一個人啊 他上了大學 跟他沒有上大學 所拿到的這個potential outcome 是K OK 這個K就是有點是 在講說 我假設 上大學這個事情 所帶給你工資增長的效果 是固定的 就是K 對每個人來講都是K 這個固定的數值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去看 剛剛我們講 我把 那一些 上了大學的人 他的 平均薪資 扣掉那些 沒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相減 注意這個後面這個given的意思 其實 含義上就只是在講說 這個人他 有上大學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一個 dummy variable di等於e 他代表說這個人有上大學 di等於e代表沒有上大學 那我們接下來會去講 這叫treatment effect treatment effect 我們會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variable就叫treatment 這樣子 實際上就是 你在 以前的自然課的時間 會看到 就是實驗組和對照組 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直接把 有上大學人的平均薪資 減沒有上大學人的平均薪資 而我們剛剛講 有上大學的人他的平均薪資 會是什麼 沒有上大學的他自己 加上一個k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就會是 他當初如果沒上大學的話 所拿到的 平均薪資 再加上一個k 這是我們剛剛假設的喔 我們假設上大學的效果 可以給他的薪資增加k元 然後後面減掉的東西還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稍微 合併一下後面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 和k 就是你剛剛所算的這種 difference in group means 所代表的含義 意味著什麼k確實是你想量的東西 k是上大學帶給你的薪資增長的效果 對不對 所以你做這個統計量 你可以量到k沒有錯 可是你還會量到另外一坨東西 這坨東西是什麼 我們稍微研究一下它 它是 都是同一群人喔 都是沒有上大學的你 可是呢 當初做的決定不同 意思是說 當初如果你上了大學 但實際上你沒有拿到上大學薪資 這件事情現在你看會很怪 就是 你怎麼可能 既上了大學 又拿到一個 沒有上大學的你的平均薪資呢 確實這其實是一個 聽起來是一個互斥的事件 但是 我們在數學的角度 可以去講這件事情 好嗎 所以 這其實 你observe不到 但我們可以 去把這兩個東西 形象化一點的比喻就是 都是沒有上大學的你拿到的這個薪資 差別在於當初你究竟被 assign 到上大學的你還是沒有上大學的你 這其實就是一個 selection的問題 OK嗎 所以如果你上大學的 稍微轉換一下說吧 你上大學和沒上大學的這兩個選擇 之間 不是完全隨機的話 那這兩個東西沒有道理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項就不會是零 那你量到的 你用group means 量到的東西 就會既包含 你想要知道的 真的 causal意見 和一個 selection bias 就是我們把它叫做selection bias的原因 因為是什麼 因為 你接受treatment這件事情 接受treatment就是 意思在說你做了一個選擇 或者是你被 assign 到什麼樣的組別 這件事情 和 你關心的 這個 potential outcome 是有關係的 OK嗎 所以你就會有selection bias 好 所以我們就稍微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大家還記得上學一些統計 我們學了一個 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y 我不去講它是y1i還是y0i 就是一個y 就是potential outcome的意思 你會拿到的 可能的 或潛在的薪資是多少 我可以把它展開成這樣 那你可能會疑惑 好沒關係我們就一起來展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 y x w等於1 分子是所有的這些事件的交集 對不對 分母呢 是不是 下面 這一坨事件 就是x w等於1 然後右邊成了一個 probability w等於1 跟x 再除一個 probability的x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項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 是什麼 我們先把w塗掉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 可以 可是現在我還有一個w等於1在這 意思是什麼 我現在是把這個事件 取一個partition 我把它寫完你們就知道了 再寫一個 加 加 這坨東西 y x w等於0 這些事件的交集對不對 再除一個 probability x probability w等於0 再乘上 w等於0 x 再除一個 x OK 好 這樣應該 很OK 那稍微偷偷做一件事情就把這個都消掉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呢 你就稍微觀察一下 這一個東西 跟 這一個東西 它們現在是差在 一個是w等於0 一個是w等於1 一個交集在w等於0 一個交集在w等於1 但是連擊起來 因為w w是我們的treatment 在這裡 稍微 不要忘記講 w是treatment 所以它的曲子只會是0和1 意味著你當初是有上大學 還是沒上大學 所以w 把它joint在一起 就會是全世界 所以呢 這兩個東西 加在一起 因為w等於0和w等於1互次 所以把它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 你全部的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K嗎 到這裡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用law of total probability的角度 去把 我們再詮釋一次 這叫做 你可能 拿到的工資 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跟後面各種 因素 X可以把它想成是 所有會去影響你拿到 工資的 就是因素 你的 家庭背景 你的能力 還什麼之類 除了 上大學這件事情以外 OK嗎 所以呢 我把 這個 東西 可以拆解成 在 控制住 其他 除了上大學以外的其他因素後 和上大學的機率本身 還有什麼 你上大學的機率 就是這個叫做 conditional在你上大學這件事情上面 你拿到的可能的工資 必須乘上什麼 你上大學的機率 再加上 你沒有去上大學可以拿到的工資 跟你沒上大學的機率 像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我們 好像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概念對不對 所以 由這個機率我們可以直接寫成這個 expectation 到這裡 我們再解釋一下它的含義喔 所以就是 你 期望而言應該拿到的工資 應該要拆成什麼 有上大學的你 拿到的這個期望工資 和 你確實去上大學的這個機率 再加上什麼 沒有上大學的你 拿到的期望工資 和 你沒有去上大學的這個機率 OK嗎 你是按照著 你可以去上大學 和你沒有去上大學 這兩個機率之間 在分配 你的期望工資 才會拿到一個 最終的期望工資 OK嗎 含義上是這樣 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這裡我都沒有寫是 Y1i還是 Y0i 但是如果現在 對於一個人來講 因為他已經 上了大學 那就是你看到這裡 WD等於1了 對不對 所以意味著什麼 這個人如果已經上了大學 你當然可以量這個東西 可是呢 就會有這一項 其實你看不到 因為他已經上大學 你就找不到 他沒有上大學的情況之下 所應該拿到的期望工資 OK嗎 這個是 我們一直在講 Selection Bias的含義 好 所以呢 下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上面這個東西 的下標 1和0 給他補回來 所以這一坨東西 你現在 第一條就是 Y1 的版本 第二條是 Y0的版本 OK 可以嗎 還是稍微寫一下 Y1 X 等於 probability Y1 X W的1 probability的 W的1 Given X 再加probability的 Y1 X W的1 0 再乘上probability的 W等於0 Given X 然後把它 貼到下面來 然後呢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就是 把這裡的 0都改成 1都改成0 OK嗎 像我們這兩條 然後 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把 這個 剪掉 這個 也就是 這件事情 OK嗎 現在我用銀光筆 所劃出來的 這個就是 我們所定義的 Treatment effect 它的含義是什麼 它的含義就是說 控制住你一個人可以 影響工資的因素 除了上大學這件事情以外 如果你上了大學 你拿到的 工資 跟你沒有上大學 拿到的工資 的差距是多大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量什麼 上大學這件事情 給你帶來的 工資的 增額對不對 或是 減額 也有可能 這就是 Treatment effect的定義 OK 所以就是把 這一坨 剪掉 這一坨 OK 那就是下面 這件事情 好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對一個人來講 如果他上了大學的話 那有哪一些東西是看不到的 這項東西 跟 這一項 當然對他沒上大學來講 也是這兩項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這兩項都是什麼 在你沒有上大學的情況下去看 你有上大學的可能工資 跟 在你有上大學的情況下去看 你沒上大學的可能工資 這兩件事情是互賜的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Counterfeiture 的部分 OK嗎 好 所以呢 呃 其實剛剛那邊比較算是補充嘛這樣子 所以下一件事情就是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樣正確去量到這個 Trement effect 其實就是去處理這一些 Counterfeiture parts 你一旦把這些 你看 實際上你看不到的東西 處理 的 合宜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說 某一個Trement effect 也就是 上大學所帶給你的效果 OK嗎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會再深入去談 我們到底 除了Randomization以外 怎麼去處理 剛剛講的 Unabsor 的Contrafeiture parts 因為 接下來就 不是我們的範圍之內 但是 你可以想到第一件事情比較簡單的就是 如果 這個東西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等於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很簡單 甚至是他們如果全部都一樣 那是不是就很好處理 OK嗎 那全部都一樣的 情況會是什麼 你Assign out treatment這件事情 是隨機的嗎 就像我們今天你要上大學 就不是考個職考 或者是學測 那麼辛苦的事情 就是 好今天大家都 十七歲 要上大學了 那國家就抽籤 好你可以 上哪一所學校 就完全是抽籤決定 那這樣 或者是 你想不想上大學 不能講你想不想 應該說 你該不該上大學 你 是不是得上大學 是 抽籤決定 這樣子 所以今天 有上大學 還沒有上大學的人 他們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因為 他有能力 他想上大學 他有興趣 所以他去了大學 不是 他當時會抽到 我必須上大學 所以我就上個大學 這樣 那你就會 遭受到這些東西 或者說你就可以去 很好的去假設說 他們都一樣 那你就可以去處理 你看不到這些 然後就可以去處理 然後就可以去處理 應該是多少 OK嗎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含義和概念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讓處理是 Randomly Assign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最直接 最簡單 辯解的方法 去講 我看不到的東西 是什麼 OK 這個是 Randomization的 含義 所以這邊在recap一下 就是說 什麼樣的時候 我們直接去量 剛剛看到 有點遠 直接去量 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 和 沒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 這兩組 之間薪資的差異 會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Causal effect呢 當 他們 進到哪個組別 這件事情是完全隨機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用這個很簡單的統計量去量 OK嗎 就是這個含義 好 那再往下 我們就來 帶一些習體 到目前為止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往下 OK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 去年的考古題 今天 題目讀一下 他說X是Binary 實際上就是 X就是Trimment 也就是說 你今天接受 上大學或是不上大學 的這個決定 或說你上了大學或沒有上大學 是X 這個變數來表示 然後Yi0 其實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Y1i 還有這裡的 應該說是一樣的意思 OK嗎 他代表的含義就是 你一個individual i 上了 沒有上大學的potential outcome OK嗎 你就是當X的一個0的時候 這是Yi 括號0的意思 那如果是Yi1呢 就會是 你如果當初有上大學的情況之下 你拿到的 potential outcome OK 就是notation的部分 然後現在下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去把Yi Yi就是 你可以想的是unconditional的東西 意思就是 我的potential outcome到底是多大 那就是什麼 你有上大學的 potential outcome乘上 你上大學的機率 或說你上大學的事件 再加上什麼 你沒有上大學的potential outcome 再 乘上 你沒上大學這件事情 OK 所以就是用你有沒有上大學 來去分配 你的 potential outcome OK 所以理解到這邊應該沒有問題 下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這個treatment effect 它的意思是什麼 是 你如果有上大學 拿到的potential outcome 只要你沒有上大學的potential outcome 平均而言應該是多少 這才是treatment effect 對不對 好 然後 還有就是我們就去 我們有很多的income 或者應該是outcome 因為 如果你是量工資的話 可以說是income 但是現在把它當作 它並沒有講y 具體的也是什麼 東西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y 然後我們有想要來解釋y的很多變數x 然後我們就說 現在有一個model長這樣 然後呢 再來就 我們就說 請你想一下 如果 今天一個人 這個individual i 他要進到 xi等於1 這組 或者是xi等於0這組 不是隨機的被分配進去的話 就是not randomly assigned 那請你去說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等式 就不會成立 可以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等式的含義 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感 所感興趣的treatment effect 那這個部分呢 彷彿好像在想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可不可以 分別去量 確實上的大學的人的 平均薪資 和沒有上大學的人的平均薪資 相減 這是我們其實剛才 一再一再反覆去討論的事情 就是 純粹的用我看到的兩組的差 兩組 平均之差 來去當作 去manfare 這樣 在沒有 rending or sign的情況下 會對嗎 那實際上在我們剛剛很前面的同影片 算average 那個 角度就已經 去回答 沒有rending or sign 那這個東西不會成立 可是那時候我們去假設了什麼 那時候我們已經去假設了treatment effect的大小 所以他先希望你用期望值 運算的角度 再show一次 這個equation不會成立 OK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手法長什麼樣子 首先呢 我們把剛剛這兩個groupmeans 拿出來 就是等式左邊的東西 好 然後下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 加一項 呃 sorry 這樣子 我們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下面這一段 這個是怎麼寫呢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就是你的 yi 等於什麼 yi 1乘xi 再加 yi0乘1-xi 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上面 check一下 所看到的yi的表示法 好 所以呢 下面 從這一段走到這一段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現在就是condition在 xi等於0 condition在xi等於1 對不對 好 那 當你 把yi 寫成這個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 把這裡的yi 用這個來帶 OK 所以我們先看左邊的這個 左邊的這個呢 其實given住xi等於1 意味著什麼 這邊是不是0 所以這一項就沒有了 實際上你再量的就是 yi等於1 givenxi等於1 exploitation OK所以左邊這一項沒有問題 那右邊也是一樣 所以從 第一個等號走下來 你就只要把 yi 用這個來帶 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再走到第二個等號 第二個等號的話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是 這一項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 中間差了什麼 我們加一項接一項 同樣的東西 到這裡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點詮釋囉 上面這一項 上面這一項 這兩個差是什麼 它是 都是你有上大學的情況之下 你 沒有 你上了大學的 潛在工資 減掉你沒有上大學的潛在工資 那是不是就是 你上大學這件事情 帶給你的工資的增額 OK嗎 這件事情就是要量上大學 帶給你的 工資的gap 所以它就是你的 treatment effect OK 只是 這裡多加一個 住 undertreated 意思是說 因為treatment effect 你可以想有 兩種 你沒有上大學的人 你也可以去量一個 他有上大學的潛在工資 扣掉他沒有上大學的潛在工資 也就是 這裡如果都是零的話 零也可以說這是一個treatment effect 只是就不是treatment effect undertreated 但我現在都不多展開 現在我就 純粹去講 這是一個treatment effect OK 那後面這一項呢 後面這一項我們看到的都是 量同樣的東西 可是condition在什麼 不同的選擇上面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selection bias 所以你就確實知道 這一個我們剛剛想講的 Differences in group meets 不會是我們所感興趣的 這個 treatment effect OK 所以就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知道當你沒有randomized trial的時候 你的 你所感興趣的這個treatment effect 不能透過 Differences in group meets來算出來 好那我們再看 第二題 到這裡有問題嗎 那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說 現在啊我們說 treatment effect 是rendering assign 那請你show一下說 β1 這個我們所感 我們的parameter 就意味著他是treatment effect OK 所以就意思是說 你今天 rendering assign 你的xi 怎麼 對於individual i來講 他的xi 到底是0還是1 是隨機決定的話 那 你的β1 你把y對x跑回歸你的β1就會是treatment effect OK嗎 好 所以呢我們就 來看一下 這件事情 我們的treatment effect是什麼 是 這個 這個東西 OK這就是我們treatment effect 那當然你可以 把它表示 你先 期望者的運算 就是 把它拆開來 那實際上這個 Yi1的意思就是 Y這個隨機變數 是你的pattention outcome對不對 condition上 XI等於E的意思 OK 所以你可以把 這兩個寫法當作是同一件事情 OK 但這會有一個notation上面的 麻煩點就是因為 前面我們有看到 Yi 我給大家寫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OK 但 那 必不重突 就是你搞清楚 這個Yi的含義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寫出來這樣子之後 下一件事情就是 你又知道我們剛剛模型的設定是Yi 等於β0加β1 XI 再加UI 對不對 所以呢你就把 這個Yi都用這個帶 所以呢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裡既然condition在 XI等於E 所以帶了第一條的時候 你的XI就帶了E 後面這個Yi是 Conditional XI等於E的 Ui的exploitation 然後面也是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該剪的東西剪掉 然後這裡是乘以1 這裡是乘以0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剩β1 再加上後面的這段東西 而 當你的 AXI是Rentering Assign的時候 AXI和 UI當然就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別都是0 他們Overall也是0 那你就剩下 Veta1在這裡 所以你的Veta1 含義上 就是你的 Treatment Effect OK嗎 這個就是 第二題的詮釋 然後到這裡有問題嗎 沒有那麼再往下 接下來 我們就進一步再問 現在說 Treatment Effect 是Rentering Assign 而且 Selection Bias就不存在了 可是呢 Individual他們還是會有個考證 就是 他不一定會 Truthfully的去 講 他的工資到底是多少 因為他 可能有一次的考量 所以呢 Researcher就 你量到的Y可能就會 有點問題 OK嗎 所以 我們就想 Propose一個方式 我們說 先讓一個Individual 他們就去Flip Coins 然後 這個 硬幣 他的Outcome 我們用CI來表示 CI要嘛是0 要嘛是1 正面或反面 然後現在 如果這是一個公正的硬幣 所以你平均而言會 看到 這個CI 他是0.5 OK 那如果CI是0的話 就是我們就跟 Individual我們就談好這個規則 如果你值一比值到0 那就請你誠實的回答 你的這個工資Y是 多少 那如果CI是1的話 你就 你就不要回答你的工資 就不回答跟工資有關的任何事情 你就回答 一個隨機變數 KI的這個實現值 好 OK嗎到這裡有問題嗎 就是我們的 題目的設定 好那我們現在就假設說 所有的Individual都真的 這樣子玩 就是他們願意遵照這個規則 然後呢 我們就說 現在有一個新的隨機變數 叫做W W就是 如果你硬幣直到E CI-E嘛 你就回答一個隨機變數的實現值 KI 雖然 那如果你直到硬幣是 0的話 你就回答真實的工資 所以W是一個 把工資和一個隨機變數 混合在一起的隨機變數 混合在一起的隨機變數 OK 好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 XI 是你的 Treatment Y 是你的 Outcome 然後C是什麼 是你直硬幣 的結果 K只是一個 Random Variable 然後W 是什麼 是一個 一個Random 是一個Mixed Outcome 因為他混合了 Y跟K 對不對 用C為比例去混合 混合Y和K 稍微畫一下 K和Y 好 到這裡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往下看 現在我們 說 這一些隨機變數 他們都是independent OK 他們不會互相影響 他們都是 彼此都是獨立決定 然後現在呢 還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研究者啊 他 他並不會看到C 所以他並不會看到你這個 individual 直硬幣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 我們也不會在你 直出來硬幣是E的時候 知道你真實的 你的工資 因為 你直硬幣直到E的時候 你就回答了K的實現值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 沒有要求你提供任何 你的 Outcome的資訊 好現在我們的研究者 就做一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可能覺得怪怪的 掉滾 但是我們先不管 先看他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把剛剛講到的這個 Mixed Outcome 去對 我們的Treatment X 跑回歸 然後 你當然就會有這些parameter 對不對 我就要去說 這個parameter Alpha 1 可不可以當作 對我們感興趣的 Beta 1 剛剛講Beta 1是Treatment Effect 對不對 對這個東西 有一些連結呢 或是說拿去估計它呢 稍微想一下 原本我們的回歸式是長怎樣 是 Yi 等於 Beta 1加 Beta 1 X i 再加 ui 對不對 而且 Yi是你的真實的 outcome X是你的Treatment Beta 1是你的Treatment Effect 詮釋上是你的Treatment Effect 現在我沒辦法 因為我說 Yi我沒辦法 正確的拿到 因為 人們會 故意報錯 反正他不想要真實的講出來 所以我用一個mix outcome 來取代Y的感覺 然後一樣對X跑回歸 我可以拿到 其他的係數估計 現在我就在想 這些係數估計 可不可以對 我真的感興趣的Beta 1 產生詮釋 對詮釋會不會對 到目前為止 題目解釋應該 OK 好那我們就來看 Alpha 1 head 這個 Estimator 到底 好還是不好 所以就請你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的 第二條這個回歸啊 長的樣子是 Alpha 0加Alpha 1的 X i加 u i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 Alpha 1 Hat 這個Estimator 長什麼樣子 再來是一樣 是簡單回歸對不對 所以就是 Summension的 X i- X bar 乘 Wi-w8 再除上 這個 x i-x bar 的括號平方 OK 你的Alpha 1 head 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得到的 OK 當然 你真實的這個Alpha 1是什麼 是 是CoVarance的 X W 除上Varance的 這個 x 對不對 那你又知道 當你的x 是Binary的時候 你的Alpha 1實際上就是什麼 Conditional在 x等於1的那一組W 它的 Exploitation 在減掉什麼 Conditional在 x等於0的那一組W的Exploitation 大家應該還記得這件事情 這裡給你們提醒的連結 純粹是 我們在Domain Variable Regression裡面所看到的事情 大家應該可以回想起來 好 所以我們的Alpha 1是 不同組 就是x等於0或x等於1 是不同組之間W的差距 OK嗎 好 那我們又知道 W 這是模型 但是我們真實的Wi 是怎麼產生的 是不是KiCi加上 Yi 乘上1-Ci OK 就是我們Report W的方式 好 那現在就注意說 你還要再回想在上面Yi怎麼來 Yi是不是 Yi1乘上xi 加上Yi0 乘上1-xi OK 所以把剛剛題目的資訊寫下來 那 現在這個Wi我們用這個來代理 所以呢 你會看到的應該是 KiCi Yi加上Yi乘上1-Ci Conditional在xi等於1 所以呢 這裡的Yi才會變成 Yi 括號1 因為這個東西 Conditional在xi等於1 好所以這裡的Mechanism 是都一樣的 就 不去細講 然後呢 你就怎樣 把KiCi消掉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 剛剛我們在 你硬幣值到1的時候 確實我們並 並不要求你去講你的工資 你的Outcome是多少 你只要講K這個隨機變數的實現值就好 你就覺得 我故意弄一個 奇怪的隨機變數進來干擾 這樣我不會量到 奇怪的東西嗎 那實際上我們就告訴你 你這裡的Mechanism 是 Ki會被消掉 所以呢 你反而不會讓你這個隨機變數 K 產生干擾 所以後面剩下什麼 你稍微移向一下 你就知道 剩下的就是你所感興趣的 Tremant一份 也就是Beta1 所以真實的Para1和Alpha1 其實是1 2倍的Beta1 OK齁 那 你就會發現當然你的Alpha1 hat 它是去估估Alpha1 所以它當然不是Beta1的一個 Unbiased Estimator 但是呢 你可以 怎麼樣 第四題其實它題目就是 請你Purpose一個Beta1的Unbiased Estimator 那就是用2倍的Alpha1 hat 就可以去估估Beta1 對吧 好 那到這裡 這一題還沒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下看囉 好 再來看另外一題這個 搞古題 那也是去年的 Fashion的第一題 好 那這個題目在說什麼 他說 現在我們看一個 Model 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 你有符合 最重要的這第一條假設 你就沒有 Aeroturn 你就沒有內生性的問題 好 然後呢 現在我說 其實我感興趣的變數 這個參數啊 其實是 Seta 也就是 其實是Beta1的平方 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 我現在用 Beta1 hat的Square 這個 隨機變數 當作 我感興趣這個Seta的 Essimator的話 請問 我這個Essimator 它是不是 這裡打錯了 Is SetaHead An Unbiased Estimator Seta 這樣子 好嗎 這裡 有Type Sorry 就要問你說 請問這個SetaHead 是不是unbiased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剛剛說起它的假設和模型 可以怎麼去講 SetaHead 這個估計是它的 屬性和寒義 這裡還有一點點Type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現在去算 SetaHead 的conditional expectation 看是不是Seta 如果是就unbiased 那你又知道 剛剛你說這個Sahead 就是你的Beta1 hat的Square OK 那現在下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實際上 你要把它寫成的是 長這樣 Square D even x OK嗎 就是 對不起 就是 Type 就這裡 give and x 被我弄丟了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把它補回來 OK 好 或者是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從兩個方向出發 如果你現在從unconditional expectation出發 那你就要寫成上面這樣子 那如果你從conditional expectation出發 那你就直接是取一個conditional expectation 就是 現在這個樣子 OK 所以呢 我們就 照這個方式繼續 往下看 那 你已經知道 然後beta1 hat 可以拆成什麼 beta1加上 xi-x bar乘ui 下面是xi-x bar的Square 拆成這兩部分了對不對 所以beta1 hatSquare當然就是拆成 這個相加的 平方 OK 那 那 都give and x 好 然後下一件事情就是 你就把它展開嘛 這個東西是 核的平方 把它拆成 這樣子 好 那拆出來之後 但 這有點小麻煩就是 因為後面都give and x 所以呢 對於 有x的部分 你可以移到explication的外面 所以它這個部分是已經移完的 OK嗎 那beta1本身就是一個 parameter 本來 取 本來這個動作 有沒有give and x 它就可以直接移出來 所以你會知道 這項 中間這項這裡 對不起 加沒有 中間這項這裡 是 原本我們的操作 是 稍微先清楚一點 好 現在 beta1 square 跟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square 我先不看 我們只去看 兩倍的beta1乘上這個東西 give and x 區 explication 所以呢 我要講的東西是 explication 然後兩倍的beta1 再乘 這個東西 x i-x bar square 上面是 x i-x bar 乘 ui 這個東西 given x的 explication 這一項 就是 這一項 OK嗎 那這一項大概你可能知道 兩倍的beta1提出來 後面這個東西已經conditional x 所以這些conditional x 搬到explication外面 裡面算什麼 explication 和ui given x 那當然就是 0 所以就會是0 那後面這一項就不用說了 它一定不是0 所以 你就知道 你對 cd 的conditional expression 是 你感興趣的 真的這個cd 就是cd 再加上 後面一個不為0的東西 所以 你的這個 estimate 它沒有unbiasedness OK嗎 好 好 再來第 第2題 第2題說 請你去 證明 r square 就是 yi和 yi hat 的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的square 的square OK 那這個東西 我忘記老師那邊講過 但我們就很快的來勾訴一下 實際上 稍微想一下 對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定義是什麼 今天這個r 如果叫做 xy的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那是不是就是 covariance的xy 除以什麼 variance的x variance的y相乘 對不對 才開一個更好 OK 所以當然 如果你把 相關係數平方 那 是不是就是 這個東西 平方 OK 所以呢現在 這個是在母體的 相關係數的衡量 那在樣本的呢 是不是把所有你看到的 這種有期望值的預算 都換成sample counter part 所以呢 就把它變成 對covariance的衡量 OK 就會變成 yi和yi hat 那注意喔 y bar 也是y hat bar 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它這邊才點掉y bar 這就是covariance的衡量 然後就取平方 下面呢 分別是對variance的 sample counter part 所以 這個是 yi和yi hat 相關的樣本 相關係數 然後r2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把square定義寫下來對不對 就是 yi-y bar square 這個單都分 上面是yi-y bar 這個square OK 好所以呢 就稍微觀察一下 他們有沒有一樣的地方 這裡是不是一樣 OK 我黃色螢光筆 換起來的地方 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去比較 綠色螢光筆這個部分 一樣 也就是這一坨 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去講 r square就是yi和yi hat 這兩個 相關 相關系數的平方 OK 應該沒有問題 我沒有話錯 沒有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去講這件事情 我們就 先看這個分子 OK 分子的部分 這個分子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做一點操作 第一件事情 這裡的yi-y bar 我們把它撿一個yi hat 加一個yi hat OK 撿一個yi hat加一個yi hat 然後呢 把它 把yi hat -yi hat -yi hat 分別呈進來 所以我們得到下面這一項 OK 就是這個 乘這個 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 這個和這個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是 square 再閃閃閃閃在一起 OK 好 然後再來的事情 其實就 呃 這一個yi-yi hat 就是我們所定義的 residual 對不對 就是ui hat 好 那後面的話 實際上你不需要把它寫成 beta1 hat 乘上這個東西的形式 因為你就會知道 當你的 一階條件 應該說 就是從你的 normal equation來的 一階條件 就會使得 這一項 ui hat 它分別是乘什麼 xi-x bar 把它分別進去 但beta1 hat 已經是一個 constant了 所以把它搬出來 所以這裏就ui 乘xi 減掉ui hat 乘x bar 都會是0 OK 所以這一項就會不見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這個東西 就會是 這個東西 這個hat 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OK 好 所以就稍微觀察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是 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 會是 yi hat -y bar 的平方 OK 那下面呢 我們就回去看相關技術本身的詮釋 是要把分子的地方給平方的 OK 所以你就再把 剛剛得到的結論套進來 你就會發現 它就是r² OK 這應該 還好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一些 操作 那 你如果覺得 需要自己算一遍才懂的話 那你可以照著 這個詳解 直接來算一遍 好 我們快速再看一下 第3和第4體 第3體和第4體很像 它現在狀況就是說 如果我們 在量這個x的時候 會有一個 management error 而 在3和4 則是這個management error 有所不同 這3的情況之下 這個management error 其實是一個constant 意思是說 你總是高估或總是低估 就是你的x 總是 拿到比較高的 或總是拿到比較低的 它沒有任何隨機性 但是就是 往上一個門檻 或往下一個門檻 然後就問你說 好 那現在 依據這個 錯誤的這個xi Telta 我拿到的估計式是 貝塔零Telta 和貝塔萬Telta 我問你說 這些貝塔零Telta 貝塔萬Telta 是不是unbiased 你就說 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拿回來 估原本的 貝塔零和貝塔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狀況會是什麼 在第三級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還是快速的看一下 yi等於 貝塔零 加貝塔萬的xi 再加ui 你實際上是用這種方式來拿到你的 貝塔萬的 H 也就是 好這我就不寫了 但是 現在情況是 你不小心 把 xi變成 xiTelta 也就是 這就是 xiTelta 是 xi再加a 這個const 糟糕 我們快速講 所以 貝塔萬Hat 不是貝塔萬Hat 貝塔萬Telta 當然是什麼 就是 這一坨東西 這個應該不用我們多講 是用 注意喔 這也是用xTelta 但是y還是用正確的y 因為你在y並沒有兩錯 對不對 對 有人這樣的方式得到對貝塔萬Telta的 有這個估計是 那你對他取exploitation 就去算 他有沒有unbiased plus 對不對 好 那 你當然可以 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等一下 喔對好 沒有 沒有問題 有沒有寫出 沒有 對 你 我想一下喔 OK 這裡寫比較快 我們稍微把它 移向一下 你就可以去發現說 這裡的a 其實並不會在你取什麼 造成影響 所以你會看到貝塔萬Telta 依舊是一個 unbiased estimator OK 但是對貝塔萬Telta的話 你會看到 會多減一個a 好 然後我們在看 第四題的狀況 跟剛剛很類似 可是現在狀況就變成是 你的x i Telta 會是 你的x i 加上一個vi 這時候這個vi 是一個 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的話 就可能有差了 什麼意思 我們還是用這個方式 一樣 是你貝塔萬Telta 這個估計是 得來的方式 OK嗎 然後呢 下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取 exploitation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寫回來是 x i Telta -x i Telta bar 你把後面的 yi-y bar 寫成是 你模型的樣子 OK嗎 就是你的yi是 貝塔零加貝塔萬的 x i 再加 ui 對不對 然後後面 v 對 ui 把它寫出來 然後呢 下一件事情是把它分別成進來 對不對 你可以移向一下 去把貝塔萬 再寫回來 把貝塔萬寫回來之後你後面會多這一項 這個分母你先不要管 但是你可以看到分子這個地方 它相乘 只要 只要這一項 它的期望值不是零 那你的 貝塔萬Telta 它的期望值就不會是貝塔萬 所以呢 你的貝塔萬Telta當然就是 Bias Estimator 那你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你的 貝塔零Telta也是一個 Bias Estimator 好那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們今天實習課就到這邊 那後面的In Class Practice的話 就是 結合我們的Panel Data 跟昨天的 蠻類似的 你們可以稍微做一下 然後一樣 請在今天午夜 然後上傳到這個Google 好那麼實習課就到這邊 有問題的話可以來前面問 貝塔零Telta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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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